大家好,我是安化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植物 这种植物在我们身边很普遍,但是它却又很特殊 因为这种植物离开了人类就会灭绝 而人类也离不开这种植物,它就是玉米 好了,下面我来给大家画一个玉米 玉米是一种一年生荷木科草本植物 它是全世界种产量最高的粮食作物 它不仅仅是我们人类的食物,同时也是重要的饲料 以及工业生产淀粉、发酵类药品的主要原料 另外,玉米在生物科技领域还是以纯染料的原材料 玉米的配芽还可以提炼玉米油 刚成型一寸来尝的玉米芯可直接当蔬菜来吃,口感类碎损 玉米还可以加工成高果糖浆 高果糖浆常用于增加食品的甜味 现在我们身边的各类领料 面包、麦片、零食、腌肉、酸奶、汤料和调味剂等等 都离不开它 而且玉米筋粗壮高大 叶片也宽大 以前也是农民的重要燃料来源 随着科技的进步 玉米甚至还可以加工制造成塑胶、光碟、生物燃料等 听了这么多,你一定很佩服玉米 真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 但是玉米却有一个最大的缺陷 并且也是致命的 那就是,玉米离开了人类的传播 它是不能自然繁衍的 自然界中其他的种子、植物 都有它自己的传播方式 使其后代得以延续 但是玉米在生物学上是一种畸形变异的类型 它是可以产生大量的种子 但是种子太多了 以至于无法顺利门发生长 因为在自然条件下 玉米的果碎落地之后 在适宜的条件下如果门发 会产生一丛密集的幼苗 它们在有限的空间里 争夺土壤里的水分和养分 以至于最后都无法正常的发育和结果 所以玉米只是经过人类的收获、脱力和播种 它才能繁衍下来 据2002年的研究记载 所有玉米都在约9000年前 从墨西哥南部的单一驯化中产生 而不是多个独立的驯化事件 该研究表明 最古岛的玉米在墨西哥高原产生 后来玉米沿着两条主要道路 蔓延到美洲其他区域 公元前2500年起 玉米开始传播到美洲的很多地区 欧洲人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开始 和美洲原住民接触 将玉米带回欧洲 也带到其他国家 因为玉米可以在各种不同的气候下生长 因此被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国的玉米最早记载于明朝 加进34年成书的巩献制 称其为玉麦 其后加进39年 平良辅制称作 翻麦和西天麦 玉米之名最早建于徐光起的农镇全书 在原产地美洲以外 中国还是玉米种植最为普及的地区之一 大家都喜欢吃玉米吗? 对于玉米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最后希望大家别忘了订阅点赞分享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谢谢 欣花 或许多年